哇這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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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滾怪 嗨的我是Kindy阿山 那我們繼續來玩 泰拉瑞亞那那個 Steve已經搬過去了 然後我讀取完之後在這邊 要解決你出生點在哪的問題呢 你就只有蓋床 蓋床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床可以是你的新的儲存點 好那我的床在哪裡 幹沒有床 哇現在就很麻煩了 我先把那個Steve叫回來 可以問他問題喔 所以我現在看看 你把礦放在這邊他就跟你說 他可以做什麼東西了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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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要找的就是床要怎麼做 全球定位系統 呃 金錶 螺盤 好我上那個圍具查一下 製作過程還蠻麻煩的 做一張床真的很麻煩 首先呢你要先提煉你的鐵錠 啊我的鐵礦勒 啊算了直接打開好了 我們先煉4顆 呃好了之後呢 再找一個很像小小東西 鏈條 只要一個 鐵錠就可以做鏈條 沒錯 那我們先做這樣 那他說好了之後呢 你只要木籌 10個還怎樣 就巨木機 有了吧 等一下 巨木機 巨木機 12鐵錠 喔有了剛好 Beligun 好 那我看一下這巨木機可以幹什麼 巨木機有了之後呢就可以製布機 OK 製布機好了呢 我們就要撕仇 我每次就覺得很麻煩 我就覺得 存放全部 沒有沒有我先挑我要的 擴大 幽幽球 溜溜球 我們叫溜溜球 欸對齁 說到溜溜球 我有一個溜溜球 好啦當然我沒講吧 我的溜溜球不見了 還是要賣 最近蠻有錢的 最近多少錢 一斤 對啊一斤很有錢 手裡建設是還不錯一個武器 真的真的 豬豬存錢罐 買一個齁 蓋沒錢了 我想蓋兩張船 比較 這邊一個 然後 搬過去住的那邊也一個 後來想想其實齁 我也不太 懶得搬過去啦 講真的 喔這個 這個旗子我都是 直接掉在家裡 他就是 範圍內增加攻擊 這僵屍旗子 這蝙蝠旗子 有類似的怪 進來我打他我攻擊會加成 要用支付機把它蓋出來 那我就隨身攜帶囉 這邊給他一個船 所以這裡喔 我剛剛蓋那個地方 他好像不會產生這個 生成位置以設定 你只要點右鍵了以後你就是在這邊出身 就這樣 我覺得我好像變強了 所以呢 想要往下走 他說這個晶體撞六個可以召喚這一隻 特殊魯之眼 那我要如何召喚 我們現在呢我們先來做一個 席魔杖 然後告訴你等一下我的計劃是 我先裝上去看看 如何使用 我看我這樣 我現在要做的就是說 我現在寫180滴 我現在要200滴 那我現在身上有那個 晶體撞七個 那 往下呢我帶你去個地方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星紅祭壇 他是一個祭壇他是讓你做一些東西的 所以以後這種東西如果遇到我炸不掉的就是這樣 可依眼球召喚克蘇魯之眼 啊不能穿透捏 是來刷標槍的 也沒有啦也不是來刷標槍 當然忘記做那個木幽幽球 現在這邊可以做嗎 有有有可以 669一顆 好痛喔 比魔法霸還強 來是不是 好強喔 早知道那麼強早知道我就趕快用啦 真的 哇靠 所以這邊是發光蘑菇森林是不是 是不是 這可以拆嗎 超大根的 總共給4顆 欸我不是有買一個這個嗎 豬豬存錢罐這到底是幹什麼 怎麼放置 他說可以放置啊 好 對對對我們差點忘記跟你講我們首要目的 首要目的呢 是在探索那個 加生命值的 可是來講我打得贏嗎 因為他說克蘇魯之眼有 3800個血的樣子 又是這個炸藥桶 那炸藥桶我不曉得要怎麼用 誒 引爆氣 喔幹 我按那個引爆氣然後他直接爆炸 呃 欸斯蒂夫 那個 我的墓碑是幹什麼的 那好丟垃圾桶 那毫無用處 這個到底是幹什麼 這裡也不能放 豬豬存錢桶 喔齁齁齁 shrimp 劉忠 穩 琊 然後他意思就是說這是行動的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只能放在那個 這個桌上 他是說工作台桌子還有平面他說只能放在這邊 對啊桌子一定要有 那我工作台就可以帶著走 不錯 nice 那皮卡丘啊 這個 用掉我就有那個樹藤 可以自己弄那個很方便 至於弄那個繩子可以爬你知道 真要問為什麼會有的話就是打到這本書 我在打那個 打那個on打到的 這個八點呢可以讓我收集那個塵 我剛剛死在哪 我看到我死亡的地方 還有時候打一打我的滑鼠在左邊可是他會背對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連這個溜溜球也是 你可以這樣頂著喔 按著左鍵這樣一直弄喔 試一下有沒有 有點難操控 nice 我又摔死 原來家裡這邊就有一個這麼近的那個我竟然不知道 就是那個生命晶體 好啦準備好召喚囉 這樣就召喚了嗎 我看 欸 穿槍的喔 我看 NPC在掛 你會把我的VG弄死 這樣不行 欸 怎麼會這樣 那個風是誰刮的 哇這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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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滾怪 CD好了沒有我要喝水 我的NPC真的會被你打死 我看這好像很危險 21滴 確實真的很好 真的玩了玩了玩了 啊 忘記跟你們講一件事 早上5點如果你沒有打完了他就飛走了 OK 他們說 做一個 勾火呢還是勾火 反正就做一個這個 在旁邊會比較快 如果你要做一個手錶的話呢 他有一個懷錶 金色懷錶 那金色懷錶的話要 10個金礦加一條鏈子 金礦我記得我自己就有 差一個 因為之前把金錠拿去做那個 金礦稿 差一個差一個 下去挖 你是 哪位 5金喔 我的存款好像也沒那麼多捏 就這個 只平衡錘比較想要而已 他說用溜溜球集中一名敵人 這個 就會投資平衡錘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可是要5金 骨頭火把的 貨號先買幾個好了 想要去問那個 帝夫到底這是幹什麼 好啦多買幾個 反正還一贏而已嘛 因為我不曉得為什麼會出現在這邊 掰掰 對啊怎麼都會有那種巨菇 留著好了好了 不要把它砍掉了 好不好 他們說垂直呢 你可以把它敲成 這樣的形狀 還有敲成那個 血的形狀 對 用錘敲 喔所以你的錘可以把那個 牆壁垂掉就對了 之前一直不是很清楚 家裡的 牆壁要怎麼弄掉 就讓他排一排 之前我這個挖很深啦 你可以看這個小地圖 我會隨附排沒辦法冒險 隨附排沒辦法冒險 靜礦 金礦 金礦 你膽道有個邪惡的東西正在看著你 倒是有一堆蘑菇啦 一直看著我 我們當然是先從這邊開始 喔靠 這是 發光蘑菇門 這是什麼 寶箱 全部 強奪全部 危險 藥水 先喝一罐 欸 馬上去 話說這有多危險 喔 這石頭喔 之前有被石頭砸死過啦 這個這個 這個小心 等一下 這個小心處理一下 我先 開行動銀行出來 左骨頭火把長這樣 我們剛剛跟商人買的 喔 走跑進來 門沒關 這邊不能儲存 所以我把他畫像拿掉是不是 喔 幹 是不是藥水喝下去就是 五分鐘而已 可以耶 蘑菇箱搬走了 nice 那是黃金還是黃綠 真的有 黃金了 找到了找到了 喔我們要黃金做什麼 其實我會忘記 喔 金手錶是不是 這是鐵礦啊 這不是黃金耶 打在你的 骨頭上面剛剛好的聲音 奇怪 他是 他來也不會跟我講 好 只有三金耶 該死了 五金 我是現在打算往下 能多深就多深 岩漿 岩漿 嗯 靠在扣血 怎麼辦 我還好 他為什麼你不會被燙死 喔有有有 這種礦鼠被你用炸的 這好像是黑曜礦 火車 沒有 算是黑曹 岩漿這邊比較刺激一點喔 然後你要把岩漿想辦法排掉欸 比較安全一點 基本上我是沒有什麼退路了 然後往下走 然後再傳回家這樣子 那個史萊姆是卡住嗎 希望他不要衝下來 這不會燙啦這個 Shit 啊完了完了完了 Shit 背景開始換了喔 嗯...越來越熱 會怎樣嗎 越來越熱 把保險一點的話 我就用這個方式來收 把自己圍起來慢慢走 欸 幹 還有這樣了 他可以穿牆 不可思議 我在地獄喔 我就把這個怪物包起來 他就不會再生怪了吧 哦... 骨蛇250滴血 我是怕他會穿牆 啊幹跟我講的一樣 怎麼辦 確戰嗎 所以這個塔式設計來打他是不是 我也下不去啊 跳又跳太矮 又要補一些 不然你要怎麼跟他對戰 蛤... 蛤... 知道要用我的66球 喔靠 我刷他超爽的 你知道嗎 打他的頭才會20幾滴 如果打真底的話 他就... 唉唷... 他會瞬移過來 我記得他的武器會穿牆 所以趕快把他處決掉 會叫 死影 所以他給我錢而已 這隻骨...骨龍是不是 他的骨頭也不能回收 我在地獄 靠 黑曜石磚 黑曜石磚 又一隻喔 不早說 他整座塔我都要... 我都要... 全部拆了啊 這個是一定的 難免的 這黑曜石磚而已 黑曜石磚 黑曜石磚 石磚可以拿回去弄成... 那個嗎 黑曜石磚嗎 黑曜石磚嗎 就要去問那個史蒂夫了 這到底是什麼 我都已經金礦稿了 他挖不動耶 超猛的 我看一下木... 充礦稿了 更不可能啊 他這樣槌是不是 真的 沒有沒有 槌只是把他變形而已 挖不了 火焰轟他 回去給那個... 史蒂夫研究一下 沒辦法耶 黑曜石磚只能做平台跟牆壁 而且這沒辦法 不可膩而已 這邊很好笑 他... 製作金手錶呢 要在桌子跟椅子上才可以製作 可以抱時間嘛 那時間在哪裡 這裡這裡這裡 下午兩點 這邊很抱歉喔 那個... 在打那個... 單眼的時候 單眼魔王的時候 就是... 這個優優球 是從他蹲上的礦拿去做的 很強 那因為我不小心沒有錄到 我以為我有錄 我沒錄到 那我想說... 那沒關係 我還... 再打一次沒關係 反正他可以刷裝備 這樣子 很快就晚上了喔 現在早上九點 等一下就晚上我再召喚他 再打一次 哇... 我們開始召喚... 眼哥出來 來吧眼哥 來吧眼哥 欸 這個... 這個... 素妖是打完這一隻眼哥 單眼大魔王的時候 他...出來 欸... 他是在幫我補血嗎 喔...好強喔 這NPC 痾... 我會比較喜歡 一直待在這個... 炸彈手的附近 因為他的丟... 丟手雷 蠻痛的 反正好像不是炸的... 炸不太到的感覺 ted早 歐... 他其實是悠悠球 那... 我是想說 以前我們玩的都叫溜溜球 我就講習慣了 我留連不去 然後這世界叫悠悠群 就叫悠悠 欸 啊你不不解喔 這樣還對喔 說實在的啦 我一直去問這個 Steve 什麼這個道具要怎麼做 這個要怎麼做 喔 還是很複雜 那應該有錢了啦 我豬公 給你看一下我豬公 我豬公好像六塊吧 對啊 喔 六塊對阿 我們主要就是說那個 有一個 下面有一個骷髏商人 他不是賣有一個東西五金嗎 他說用悠悠球會發射什麼平衡錘 還要五金喔 想跟他買這樣子 謝謝各位收看泰亞瑞亞 那我影片在這邊做個save point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我就在那邊看見了